YoYo我是魯特 這趟旅程從傍晚6點多的台二十線開始 久久沒騎了南迴公路 在隔了三四個月之後 再次騎在這條公路上 總覺得有點陌生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陽已經西下了 整段路上一台車都看不見 只有某幾段才有路燈的出現 給了我一種又臭又長的感覺 甚至臭到我還在路邊停了下來 打開手機檢查一下 我到底是不是騎錯路了 印象中真的要騎這麼久嗎? 確認了路線之後繼續前進 從台二十線接到台二十九線 準備進入高雄的三零線 這時候的天空美得剛剛好 秋天的晚霞就像是一幅掛在天上的畫作一樣 才剛轉進台二十九 眼球就完全被這幅畫作吸引了 回過神來的時候 天空已經全暗了 在面對這種落日時刻的時候 我通常是偏向用比較慢的速度來移動啦 很多人可能因為等等就真的完全天黑了 所以一路上會稍微的 趕路 看能不能避免在天黑之後 才摸黑到達目的地的狀況 但是相反的 我更喜歡在公路上 慢慢的看著這一片雲彩 消失在山的那一端 然後再摸黑到目的地 反正 都已經這麼黑了 好像根本沒有差那一點時間嘛 所以在我從台二十九上 要轉進這條無名小路的時候 已經到了不得不把霧燈打開的情況了 路很小條 視野所及之處 只有大燈照射的範圍 一路上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經過了什麼地方 好像有橋 又好像有河 也有樹林 還有觸不及防的法甲灣上坡 最後終於摸黑到了營區 沒錯 今天是個露營的行程 讓我抱歸太陽 抱歸自己的女神 就知道自己的一張 我也是知道自己的朋友 我懂得叫你 啸鼓 這是 我 我 學 是 如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到我坐得這麼舒服 应该就知道我们今天又是怎样 又是一个露营的行程 那为什么要露营呢 其实呢很临时 我是在昨天晚上的凌晨一两点 我才决定说要来露营的 因为我们这礼拜呢 我们六日 我们要去墾丁的越野大会师 距离上一次去墾丁呢 已经是去年的越野大会师了 今年呢我们很不要脸的 又要跟大家去了 所以呢我昨天就想说 啊不然既然都要下去墾丁了 不然就提前一天出来 一起来露个营 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之后呢 我们隔一天再一起下去墾丁 所以 现在我们人在哪 高雄山林区 帐篷 check 我们这次出勤的帐篷呢 也是Mountain Hiker的 像上次的一样 非常的赞 桌子 9 check 桌子 忘记跟大家介绍 这是我新买的桌板 终于比原本的那个呢 高了一点 很赞啊 那为什么我现在坐在这边 什么事还不做呢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他妈没有带到瓦斯爐 哈哈哈哈 我跟各位说 我有带炉子 我们的蜘蛛爐就在这一带 可是呢 里面没有瓦斯爐 跟那个什么 周星此眼的那个007大战金枪客一样 瓦斯爐昨天晚上用完了 结果出来的时候忘记买 所以 现在我们在等珍珍 等珍珍来之后呢 他会顺便买瓦斯爐 买完瓦斯爐过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真正开始煮我们的晚餐了 现在时间已经过八点了 好不好 现在就等珍珍来啦 好不好 哥哥 珍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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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好可爱喔 超可爱喔 呵呵 直接骑进去 直接骑进去 怎么样 还是什么 你知道那个多暗吗 超暗啊 超暗啊 超级啊 超暗啊 因为我临时收到露营 然后他 原本有人今天可以这家的 然后他现在起 他现在从台南起到高雄 而且我还是下班 对还是下班 又是刚下班 所以我已经洗好菜了 然后我的床也铺好了 来不及 就是在等你 各位不好意思啊 珍珍来了 我们已经开动了 好不好 今天吃的是酸菜 白肉锅 猪肉锅 酸菜猪肉锅 这家木耳 我们今天菜是买超多的 我刚才买了一千 一千七百多块 哈哈哈哈 不知道买到哪里去 这一罐 这一罐就占了应该 三百 三百块了 等一下呢 我们就先吃个饭 吃完饭之后呢 我们再好好升个火 哥哥 2千年 他终于滚了 我们的锅子呢 也变成到我们新买的桌子上了 哈哈哈哈哈哈 夾吧 先吃一口看看 咸吗 有味道 啊好吃吗 还不错 啊 因为你不吃咸 所以问你咸不咸 好像没有那个好 对 所以要我自己吃才知道 好 开动咯 我这次呢 拿到了一个新玩具 因为大家应该也知道 就是平常你在录影的时候呢 就是你要一直找事做 那之前呢 我都是 吃完东西之后 就开始耍废 然后耍废完之后呢 就开始想要睡觉 所以那时候老菊白耶 还有其他人 还有真真 就会说 为什么录影来的时候呢 一下就跑去睡觉了 其实是因为我不知道干嘛 不知道干嘛的时候 就很想要睡觉 可能9点多 就跑进去睡觉 我后来发现 只要让我有事做的时候 我就不会想要睡觉 有事做的定义是什么 例如 看影片 或者是看会动的东西 带观众去骑车那一次之后 因为那时候老菊白有生火嘛 我发现那个火 看着看着 你就一直看 你就一直看 不知不觉的 看到12点 这样就不会找睡了 所以这一次呢 我特地带了这个焚火台 准备来这个营地 给它烤一下火 然后刚才已经有问那个 营地的营主 还有营主的儿子 他们说 这边是可以生火的 然后这个木头呢 就是他们 去捡给我的 因为这个现在在人家的这个草地上啊 所以一定都要用这个 这个叫什么 防火布 这次带的这个呢 是营火部落的 太合金粉火台 营火部落就是那个达哥 那其实呢 我已经自从接触露营了之后呢 仰慕达哥 就仰大名 所以我们这次呢 就打算来用这个粉火台 然后来烤个火 这次露营的新玩具 带了营火部落达哥的 Campfire 泰坦轻量粉火台 收纳后的体积 只比一张A式纸大一点 总重量也不到400克 真的非常适合 对体积重量 蜘蛛必较的机车露营 拆装简单 即使本体的重量不重 但是承重 最高却可以来到5公斤 我先把它打开 然后打开了之后呢 这个 大家不要看这个 就是只是一个收纳功能 他还可以让你去提木材 我们搭好了帐篷之后啊 木头 可能不是在这边就可以拿到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袋子它可以发挥另外一个作用就是 我们可以去捡木材 有没有 这样有没有很方便 你就可以走过去 然后提着 提着你的木材 回到你的营位 然后就可以接着 把这个木材这样潇洒的一摊 就可以准备开始生活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组装它 那这个 焚火台呢 钛合金的 钛合金顾名思义 你知道我们车上有什么钛合金的吗 不是啊 我们车上其实有很多地方是钛合金的 我们排气管也是钛合金的 它装上去之后还没有放木材就长这样子 还蛮漂亮的 为什么要有上面那个 可以拿来烤东西 帅吧 嗯 就是上面可以放 烤鱿鱼 其实不瞒大家说 我今天带了什么东西 我放给大家看 其实我已经七百年没有烤棉花糖 还有烤爆米花 哈哈哈哈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放木材 不过我们把木材放上去之后 它开始烧了之后 上面就会有 有点热度 反正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你把它 溃上去了之后 它这边有点像是 烤台 那除了烤台之外呢 你也可以放像是我们的 平底锅 我示意图 示意图 平底锅 你就可以直接用下面的炭火的温度 来帮你的上面的食物加稳 所以我觉得 不愧是达哥 转业 它又只是很简单的几个结构而已 但是呢 它除了可以让你生火取暖之外 它也可以顺便让你烤东西 煎东西 煮东西 什么都OK 你除了可以用到它原本的功能之外呢 它会有一些附加 复合性的功能 除了烤火之外 就还可以煮东西 所以我觉得 露营好玩的 某一个 某些地方 也有可能是在这边 赞 现在就准备来 不是烤爆米花 因为我还没生火 其实我也不知道火是不是热气啊 这是我第一次在没有人的帮助下 要独自生火 希望是生得起来的好不好 GoGo Campfire 泰坦清亮焚火台的燃烧室 采用了山谷式的设计 前后可以有效引风 左右 微微隆起 可以适度的把木材集中 我发现披木头 其实也是一件蛮有成就感的事情 有些披的下去 有些披不下去 我不是说披不下去 这两根敲起来就是 那个feel就怪怪的 感觉里面超硬的 这把柴刀是我今天去向 今天去五金行买的 我买来的时候呢 它里面就是这样 然后我问那个老板说 那个手柄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可以 就是把它弄起来比较好握的 然后他就推荐我这个 大羽毛球的球拍 不便宜耶 三卷一卒一百八几块 这一条六十几块 然后我就拿来卷了 可是我发现 它好像缠不太住耶 还是你不会用 可能是我不会用 不好意思 继续砍 其实很顺利耶 它已经烧起来了 对 比我想象中的顺利很好 好爽 我觉得应该是这里的木材 真的太好烧了 我们一次就成功了 就是没有之前什么还洗掉 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也是我这一根白买了 我还怕我舍不起来 然后我去买这个 就是这个好像叫吹火筒 我还去买这个 可是完全没用到 所以 风往我这边吹 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好 就是我也不用花那么大的力气 就直接把木材丢上去 然后火种给它丢进去 然后就直接烧起来 哇 非常开心 然后一烧完之后 我觉得真的超温暖的 所以现在呢 我们决定先来围着它 好好地放松一下 等一下要煮爆米花 再跟大家说 GO 这是我第一次在机车露营的时候 靠着自己的力量 搭焚火台 砍木材 生火 而最近几次机车露营 我都带上了这个焚火台 自从有了这个焚火台之后 我再也没有在12点前秒碎过了 这个火 有一种我说不出口的魔力 就如同一开始我说的 看着看着 配上一点小酒 真的可以看一整个晚上 而且在把火升起来之后 帐篷周围的湿气 也消散了不少 同时也变得超级温暖的 如果你在冬天 会去机车露营 那一定要好好的来升个火 因为我现在可以说是 为了可以看着这个萤火 每天都想装备弄一弄 就去录个几天几夜了 鲁特也会把CAMPFIRE 泰坦千亮焚火台的购买网址 放在影片的资讯栏 有兴趣的朋友们 也可以点进去看看喔 现在我们开始烤棉花糖了 在各位后面看到的呢 这是爆米花 烤完棉花糖之后 我们还有爆米花 真是太幸福了 爆米花我们等下 就会需要用到这两个架子 因为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在上面 然后聆听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声音 它应该会有那个声音吧 好啦 搭完了泰坦千亮焚火台 升完了火 稍微烤了个棉花糖之后 现在也准备要来捧个V胖了 哦不是捧V胖 是爆米花 它没有爆的意思 我已经等好久了 会不会第一次爆米花就落晒了 我现在已经按照它的步骤 一个一个去做了 第一步呢 就是你直接把这一盘放在火上面 第二步呢 油开始融化的时候 因为这一盘原本里面的油呢 是固体 然后它说 等那个固体变成液体的时候 你就开始左右摇摆你的爆米花 然后它说摇摆了10到20秒之后 照理来说 应该是会开始爆米香的 可是呢 我刚才已经摇摆了10到20秒 甚至 1到2分钟了 它还没有开始爆米香 然后它现在也完全没有 它完全没有Fu位 2000年后 它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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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好像有点声音了 嗯 它开始膨胀 一个男人 为了他的宵夜 可以做到怎样的程度 我看到它变白色了 很可怕 它会爆炸 不知道 很成功耶 还是这个根本不会失败 好像蛮成功的耶 好像一颗气球喔 对喔 它现在长得 肿子超大 肿子跟猪头一样 它完全没有一个缓冲耶 它就是这样慢慢过来一场 哇 好可爱喔 嗯 就是爆米花 你自己看看 欸很热 很烫 很温暖 嗯 这个好像比较油 它就是爆米花 蹦蹦蹦蹦到臭回答 抓一把吃 它底下臭回答 那我们等一下吃完爆米花呢 我们就准备要睡觉了 吃完爆米花 花时间不知不觉也来到了超过凌晨1点 在这片洁白的月色之下 我们度过了一个满足的夜晚 进入梦乡了 現在幾点了 跟各位报告一下 不要再说我录影都很早睡 现在他们1点了 晚安 一早7点起来洗个澡吃点东西 我们开始收起了帐篷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一早穿着短袖 也感觉不太到冷 而今天的目的地 我们准备一路从高雄杀到墾丁 所以在收完东西之后 也准备出发了 我们大概早上8点多起床 7点多 8点多起床 一起床之后呢就开始整理 整理到现在呢 11点半 收的都差不多了啦 然后车子上面的东西也都绑好了 现在在收尾的阶段 收完尾之后 我们等一下就准备要往墾丁出发了 昨天出发了之后 第一个晚上直接来露营 露完营之后呢 今天直接出发墾丁 我觉得超舒服的 Go Go 沿着昨天晚上来的小劲 我们离开了露营区 沿着台29线进入美农 接着从美农接到熟悉的181线道 现在几乎只要是往南部的行程 我都是毫不犹豫 直接选择181加185 岩山公路 车少 路平 雖然在岩山公路上 某几段 会有大量的沙石 还有沙石车 所以每次在骑完这段路之后 即使路真的平到骑得很舒服 但是车子 看起来都会像是越野老司机一样 刚刚啊 我们骑岩山公路的时候 那边有一个水泥场 骑着骑着 橘白就变成了这样了 有够脏的啊 他现在真的超脏的耶 为大家介绍一下 他里面这个 哇!看他这么脏 有没有很有成就感 很快乐 有没有很快乐 而来到了台26线之后 今天运气很好的 看见了一大片的云细光 海上貌似还有船队正在航行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来到了台26线13K处 台26线旁边呢 就是海 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好 那边有一个云细光 非常的美 搭配上呢 这个有一个 船 有一个船队 我不知道他们是 在进行什么仪式啊 他们还有在放鞭炮什么之类的 距离我们的 民宿呢 大概只剩下不到20分钟了 所以我们要准备继续出发 等到民宿呢 再跟大家说 GO GO 台26线到了这边 两个字在形容 就是舒服 海就在公路的旁边 一点缓冲的距离都没有 在这里停留了大概半个小时 我们继续启程 往今天准备下榻民宿 又在骑了接近一个小时 最后我们终于进入了恒春 在傍晚的5点多 来到了民宿 哇欸好久不见 欸队长 这几个已经看影片看到 看到忘我了 这一台你可以 真的假的啦 特纳赛喔 他有两个版本 15万5跟16万8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要好拔啊 誰誰在往美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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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漂亮喔 真的啊 坐壁神城 找豪猪哥买 耶 我要看到表演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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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诶 那個原廠是有椅墊的嗎 有啊有啊 原廠就有椅墊 不會 不要恐怖 真的 你就下去 哦 可以啊 我就 你是用走路 對 特納賽 15萬欸跟阿福一樣 好像比阿福超級欸 又輕又省又又有力 我覺得有他之後我可以上網媒 吧 之後你就可以擺脫那個 0-0的那個了 這台是不錯 看起來是好像智美 因為我知道 我給不到必要的東西 有的愛 衝出我世界 哎唷各位我們現在 終於回到 我們民宿了其實從我們到了之後 我們就開始吃吃喝喝 吃火鍋喝酒然後喝到剛剛 在喝酒之前我們有去找一下 豪豬找完了豪豬之後呢 我們現在終於回到 我們的民宿了時間已經來到了 11點多快12點 明天早上一早呢我們8點多 要前往月大會市的會場 那我們先去那邊稍微拍一下 應該是不錯 準備睡覺啦 今天就是趕路的一天 好不好 go go 一早到8點 什麼東西都還沒收 我們換上了清裝 跨上了車 準備去騎一下林道 那當天 因為車子真的是太多了 幾乎都在塞車 所以接下來的畫面 剛好放一下去年來這裡騎的畫面 林道的起點從一間土地公廟開始 過了土地公廟之後 由不算太陡的上坡 一路開始爬升 來到這裡的天氣 前後幾天都是這種大太陽 所以路面狀況算是很好啦 是哪一種晴天沙石 雨天爛泥的路面 路面上偶爾會有幾塊比較大塊的石頭出現 不過數量變不多 路徑上感覺最近有被維護過 躺了很多雜草在路邊 這趟除了我跟珍珍 還有一位前輩 帶著他的兒子 一起騎車 印象中是國小的年紀 他在這個過程中的表現 真的也是讓我非常的佩服 我在這個年紀的時候 應該是還在家打怪獸對打機 還有神奇寶貝綠版的Gameboy 但是這位滴滴已經跨上了車 在騎爆了 你說騎在柏油路的話 那也就算了 竟然還是騎在這種路面凹凸不平 有碎石 有樹枝 有坑洞 的路面 此時此刻 我對他的仰慕 就有如滔滔江水一般 連綿不絕 又有如黃河泛濫一般 一發不可收拾 光是這個肯騎的精神 就值得我們大推了 要怎樣嗎? 沒有 勇敢 就是需要你這種人才 當然我相信看到這邊 很多家長一定會開始覺得 蛤? 年紀這麼小 就讓他這樣 這樣感受 很危險 輪胎 喔 你的腳 我怕他卡到輪胎啊 蛤? 嗯 隨著年紀逐漸增長 我們的心智也慢慢的趨於成熟 以前會做 願意做的事情 不可否認的 隨著我們的年齡 也同樣的正在改變 在成熟之後 我們會開始把之前做的那些事情 稱為幼稚 接著開始在各種事情上 為手為腳的 也忘了過去 我們可以很放膽的 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而騎越野車 我覺得就是一個 很好幫助我自己 找回那種幼稚 的一項活動 一個人 一台車 一條領導 在這過程中 會有無限種可能發生的事情 你可能會獲得 成功衝破的那種成就感 你也有可能會騎到一半摔的不成人形 你也會需要提起勇氣 騎向一個未知的地方 總歸一句 就是在做一件 幼稚的事情 只要想著騎 想著快點過了這道障礙就好 單純 不複雜 哪怕是摔車 大家也是笑得嘻嘻哈哈的嘛 我幫你 等我一下喔 快倒了 你在騎那個勾勾裡面 不會騎 你騎那個勾勾裡面 沒有 他就一直滾在那裡 你又跑不出來 就一直滾在那裡 勇氣可嘉 我走這邊 我會帶你走這邊 你會跑到那邊去 我會帶你走這邊 你會跑到那邊去 我會帶你走這邊 我會帶你走這邊 摔了大概3-4次 但是他一滴眼淚都沒有流 真的非常勇猛阿 這條零道雖然說看不到什麼大景 兩邊的視野也幾乎都被樹木遮擋住了 但是路面的狀況良好 所以路上騎得很舒服 在經過了大概30分鐘 騎完了這條零道之後 我們也來到一條小溪 那時候因為鋼錢拉力 所以這應該也算是我第一次 準備騎著他過河了吧 這也是真正第一次騎著阿福 準備撩K 所以我們兩個 也真的算是騎得蠻陡的阿 看他騎到那麼高 你還是 不會耶 那個很OK 你先試試看 我第一次騎著鬼 好恐怖阿 我是覺得真正好像真的比我還要有越野的填富 從昨天騎的特納賽到今天的撩K 真的比我穩的蠻多的 而拉力這台車在騎一般淋到的時候 不可否認的真的非常舒適 但是一進到這種有著大小不一的石頭 又有吸水的環境 在地形的壓力下 心理壓力也會越來越大 這種心理壓力在一碰到水的時候 我大概就知道 要騎這台車來撩K 真的是有一點點超出我能力的範圍了 好啦說了這麼多 其實總歸來說還是人的問題阿 只是剛好有藉口可以把問題怪到車子上 因為高手好像就是不管騎什麼車 在這裡都還是如屢平地 哇 快跳跳舞耶 不愧是英內力冠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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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帥喔 瞧了吧 當下看了前輩騎完 激發了我的鬥志阿 看別人騎感覺好像都很簡單 都不會摔車 阿不就補油 阿就站著騎嘛 平衡一下就過啦 好像看別人騎得過 我自己應該也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決定繼續往下騎 但是騎越也騎到現在 我自己是覺得在很多路段上 越是希望自己不要摔 通常 就摔得越慘 他又受傷了 沒關係 你說不想摔他的耶 你把手拿那麼前面 有故意的嗎 欸 是有 有變成 不故意都讓他那麼前面的嗎 沒有 他應該是剛才摔下去的時候往前 嗯 蛤 這個不是我的問題吧 你是在表演 你車那麼高要怎麼挺 這是我的問題吧 喔好動喔 這個車真的不適合騎這種路線 有沒有覺得還好你昨天沒騎這個去 有 不然你已經牽到爆 前面出得去嗎 一定要 這比較簡單的你要再過去 那我要走這邊 從這裡吧 摔了幾次車之後 我開始後悔把拉蒂騎進來玩水 每次倒車 那個重量真的是OMG 抬是抬得起來 腳踩得到地是踩得到地 但是半離合想要跨過石頭 後輪就是一直空轉 進退兩難 說的應該就是我現在的狀況了 最後再搞了快一個小時 騎到體力已經快耗盡的時候 我還在原地 所以最後我決定 乾脆騎阿福進去算了 沒電了 騎著騎著 最後我才發現搬車搬到GoPro早就沒電了 所以接下來騎進河床的畫面 就都沒拍到了 騎完河床之後 我們也準備離開了 在離開的時候 還遇到了一大群的水牛 應該是水牛吧 我也不確定 騎著騎著 是還蠻怕他們突然爆衝 然後往我們身上撞過來的 那這次的三天兩夜 我覺得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大概就是前一天我們先露營 接著一路往南騎 隔一天再接著零到 騎爆甩爆 這種模式我也覺得很有趣阿 不過缺點的話 大概就是我的後座 在去城和回城 都載了滿滿滿的裝備 說真的騎起來還是比較吃力一點 下一次我想我應該會直接找 墾丁的露營區 一樣禮拜五出發 接著一路騎他個三天兩夜 在這附近那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